基隆市长罢免案结果出炉 市长谢国良上班首日 面对媒体联访 强调会继续拼市政 其实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虽然不敢怠慢市政 政策也都如期推出 可是心境上难免会挂心选举 所以我想这场选举终于已经结束了 不管是基隆市免好 甚至台湾各界也好 我想真的都拜托 短期内就不要再有选举了 希望能够大家好好的 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最起码这是我给 我跟我的同仁们 一个最深的期待 就是好好开始努力的工作 然后参考更多更好外界的意见 虚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对于有将近七万人投下同意票 市长谢国梁强调 未来市政会实时警惕自己 接下来会拜会公民团体 七万的罢免同意票 都向我们非常的认真 而且谦卑的看待 我们感谢这些市民朋友 在这一次的选举 有站出来做了积极的表态 而这些表态 未来也一定 会在我们的市政工作中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实时警惕 提醒的一个最重要的民意的展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深深感谢 这些投出不同意罢免票 以及投出了同意罢免票的市民朋友 我希望我能够在今天礼拜一 我希望能够在礼拜二下班前 就用电话 我会跟媒体询问戴先生的手机 我会先给戴先生打个电话 不知道他方不方便 或者传个讯息 那等戴先生回国后 我有看到媒体的报道 我想我会亲自的去拜访戴先生 那我想先就未来如何去 做深入讨论的一个形式跟方法 带我几位幕僚 深入的跟戴景安先生的 以及他所认可的团体跟代表 我们好好的先以不公开 私底下的方式先坐下来 谈一下形式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尊重这个罢免公民团体 给我们的一些指证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是希望当这些程序上的一些方法 大家都厘清以后 我们可以在市府用透明公开 而且提供足够的时间 让我的主要负责的市府团队 以及这些主要的几位 这个公民团体的成员 能够有深入讨论交流的机会 市长谢国良强调 金融市场罢免案已经正式结束 忠心的期盼 大家都回归正常生活 努力工作 做好每件事情 记者黄绍铭就用报道